盼望之家2018年感恩节庆典活动在爱尔蒙地市举行 希克韦纳市副市长吴同怀等明雪官员 及盼望之家负责人周平博士 当地社区人士演出人员义工们共同欢庆2018感恩节 在当天庆典中演出节目精彩分成 从女生小组唱到男女生独唱和重唱 从太极拳到金舞堂武术 从古典圆善舞到民族舞蹈 从戏剧演唱到民族契乐合奏 屡屡获得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现场气氛热闹而温馨 盼望之家负责人周平博士向来宾们送上节日祝福 同时也表示此次是盼望之家第五年举行感恩节庆典 作为盼望之家 一方面要回馈社会和社区 感谢各界人士的捐助和支持 另一方面则要感谢帮助盼望之家的义工和朋友 盼望之家不仅为大家准备了礼物 也准备了感谢状以示感谢 希望盼望之家在未来 能够继续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协助 盼望之家这一整年来 我们还是这样做的 主要中期还是有三个 我们举办一下各项与有利花人的活动 我们也超过了刚才讲的二十几个活动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办的 最弱势产品的食物跟医疗的服务 那我们本身有这些食物银行 我们有二十几个播放点 然后我们三个月的一次的巡回的医疗 也是我们今年一直在继续的办的之中 那第三个就是对弱势团体的 优秀学者们的奖学金 虽然不多 但是这是我们诚意的我们心理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